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午安 我是MKC主播陳錫鈞 這次呢和大家談了中國市場議題呢 我們要再來再次談一談中國製造2025 或許有觀眾朋友說 你一定非得談這麼硬的議題嗎 不錯我們專門硬碰硬 各位不要害怕 這個是你注定要面對的一個重要課題 好吧我們先話說從頭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再次來解析這個議題呢 過去MKC也對中國製造2025來做了一個 算是初次或比較淺誠的解析 而最近中國大陸呢 匯集了一批專家學者 正式對中國製造2025呢 形成一本類似指導手冊這樣的書 以過去中國政府的慣例啊 像這種直接以政策為名的書 多多少少都會有官方的默許存在啦 甚至於呢更多情況下呢 是官方在試試看市場的時候 看看大眾的反應如何 那在這本書呢 叫比較過去那種概括性的論述 或是政策性的用語呢 他多了幾個比較具有 戰略性參考意義的重點 而且啊很明確的指出了 未來到底中國製造2025要怎麼走下去 那以下呢我就簡單的 把這本書幾個重點規結一下 提出以下幾個論述 讓各位企業的朋友們 可以思考看看面對中國製造2025 我們該注重哪些事情 首先呢第一個要點 就是就如同我標題一開始所講的 你一定要面對這個趨勢 不要認為它跟你沒有關係 中國製造2025呢算是中國的工業4.0政策 其實世界各個大國呢都有在推類似的東西 其實想辦法讓自己的產業升級轉型嘛 但是呢在這一波升級轉型中 或是說中國製造2025中呢 它有一個很明確的特點 各位知道大家都在強調智慧化 大家會強調說智慧應用 那這些新的未來這一波趨勢 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未來這一波中間 很多東西都靠網路 甚至於感測裝置串聯起來 比如說IoT IOS這些概念 未來呢把生產單元消費者和提供服務的管道 通通創結起來成為一個網狀 所以呢在這個網裡面呢 你現在企業第一個要面對的是什麼 趕快找到定位 這邊指的不只是過去的市場定位 不是說我在市場面扮演什麼角色 各位想一下 如果你未來註定要和別人來連結提供的服務 那麼你到底要身處於哪一個網內 你或許可以有多種角色 但是你在每一個網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你前面和後面各自要連接誰 你的企業內部要提供哪些資料 哪些資料隨時準備進行動態連接 怎麼和服務串接 這些東西都是你現在就必須怎麼樣 你趕快找夥伴 趕快找你要加入的網 在生態系理念下呢 未來的商業生態其實很多網的錯綜複雜的結合 所以呢在中國2025裡面呢 他首先要強調也是 你企業一定要位於籌謀的概念 趕快在你未來要所處的網路中找到你自己的定位 這是第一個重點 好第二重點呢 就是中國他們決定什麼 加入德國的工業4.0的 這種論點的發展方向 在這本書中他把工業4.0發展歸納為兩大取向 一個就是德國取向 一個是美國取向 我們先來說說德國取向好了 德國取向想的是 把生產流程中 每一個具有生產力的單元怎麼樣 想辦法把它智慧化 讓他很聰明 然後再想辦法讓什麼 這些生產單元呢 連結起來可以交流 連成一個網 然後彼此呢進行智慧化的流通 然後可以進行運算來達到什麼 整個智慧生產提升生產力 這是一個從硬體 各單獨硬體發展走向網路概念 那另一種4.0發展思維是什麼 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美國這些大廠所主導的 LFB Google Amazon 或是Oracle 所主導模式是什麼 他不是從硬體 他是建構一個很大的網 他不只把生產單位 他把使用者 他把政府 他把企業 然後他先把網路做得很好 那是什麼 他鼓勵大家 所有人呢 通通來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什麼 完成從一個 各個生態裡面 從使用者通道 以及生產單位 所有東西的串聯 其實兩件事情要達到目的是一樣的 就是 希望所有生產單位 都能在網狀下得到最佳的解答 資源得到最佳化的利用 但是出發邏輯不一樣 所以大陸呢 他已經決定走 德國的觀點 從什麼 從生產機械的硬體端來出發 那其實這一點呢 從大陸過去的作為 以及他性能的實力可以看出來 大家不要看說 大陸現在好像電子商務很發達 其實他電子商務呢 有其局限性 就是說很多的規則是說怎麼樣 都是 中國大陸 本土民情或是特有的規格 所產生的這樣新生的 市場新生的現象 而未來中國製造2025 是要走出去的話 他就不能只做一個中國標準 或只做一個中國規則 他必須做一個什麼 世界可以適應的規則 但是如果從軟體端來講的話 中國的軟體端顯然還沒這麼強 所以呢 他們應該要採取技術優勢 就是走德國路線 從硬體來出發 但從這個觀點來說的話 以現在中國的製造業來說 強得很強 但是很大部分 那些二三線城市的製造業還是很弱 讓這些二三線城市的製造業 能和那些很強的製造業串聯 將是他未來的課題 也是企業未來可以擁有的機會 好 第三個點呢 就是要來說明一下 中國在這一次製造業2025中央 他有明定 他未來發展方向就是怎麼樣 要走智能工廠 以及智慧系統整合 智能工廠 講的就是我剛才說的 想辦法讓工廠裡面 每一個生產單位 都升級轉型 都聰明 都變得聰明 都變得高效率 都盡量不會有錯誤 用高科技 和各種無限色品感知技術 甚至於辨識技術 來讓這些生產單位呢 自動的運行 並且可以預防錯誤的發生 這是一條路徑 另外一個講的就是 他的軟體端 要進行智慧系統的整合 其實就是軟和硬兩手的策略 那在這樣的策略中 他有明定出來 有一些主要領域 包含 新資訊技術的發展 這是對應前面所講的 呃 智慧系統方面 那在於 智慧工廠呢 他有提出幾個領域 農業 電力 航天 生物醫藥 先進軌道交通 相關的設備 還有機器人等等 這些呢 這將是他發展智慧工廠 主要首批鎖定的什麼 要發展的 先進 先期的那個產業別 所以啦 各位企業朋友們 在這些產業別下面 你們可以趕快先看一看 你未來要合作 或要競爭的類別中間 是否跟這些有相關 如果沒有相關 想要與其合作的 就趕快想辦法讓自己的什麼 自己的企業 和他的什麼網 和這些產業的網 可以串在一起 那要競爭呢 只要趕快加入 想說 如果要與其競爭 那除了中國之外 我現在還有哪些網 可以加入 與其進行競爭 好 本次分享呢 三個點就到這邊 希望對你們未來企業 面對中國製造205有所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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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